夫为妻刚 出于刚成道义 妻子不能状告丈夫 否则有备轮昌 所谓的孝道 男尊女卑 如无形的大衫 哑得无数人喘不过气来 顾景熙对视那一双怒目 便知自己是被小姑娘牵怒了 夫人之事 连为夫也脑伤了 你也是这条绿丽的受益者 夫人莫闹啊 若夫人不喜 我也可以放弃这种益处 你打算怎么放弃 为夫以后若是犯罪了 就签下和离书 这样我们解除夫妻关系 夫人届时 拿着证据状告我 你也不必坐牢 她很没出息地 被这句话取悦了 夫君 你是不是也觉得 这条绿丽是对的 夫人 我并不觉得它是对的 我接手的第一桩案子 便是傅沙姆 子告父 经查证属失 傅与母发生争执 随后 恼恨之下沙姆 最后 傅因杀其背叛斩刑 而子告父 示威不孝 判不孝之罪 判张二十 图三年 孟锦阳默然 觉得荒谬不已 心底的怒火 又层层层上涨 夫人是不是觉得荒谬 难道夫君 不觉得荒谬 傅沙姆 子告父 本就是出于 对正义的维护 对母亲的维护 最后 却得了不孝的罪名 我也认同夫人的说法 那你还判张二十 图三年 我是内经案子的 主审官 却不能无视履法 即使我判他无罪 上头审核时 也会推翻我的审判 执行账刑时 私下吩咐了 动心的人放水 是我当时 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不过同样的案子 我已担任大理司卿 同样是傅沙姆 子告父 但结局却不一样 同样是 父与母发生争执 附近厨房抄起菜刀 看母十五刀 母当场死亡 子回到家中时 发现母亲命丧当场 当即就喊来左邻右 蛇将父亲抓起来 最后子状告父杀母 人证物证俱在 父被判处斩刑 但子被判无罪 并无不孝行为 那你第一个案子 怎么就不能这样判 那也是有原因的 这两个案子的区别 就在于父亲 第一个案子里的父与母 皆为轻生父母 第二个案子里的父与母 其实是继父与生母 原本第二个案子里 子告父 主审官也是判账二十 图三年 但我觉得继父虽为父亲 但与生父不同 继父是因为生母的原因 才成了父亲 第二个案子里的继父 杀母亲 在手起刀落的那一瞬间 绝了父子情分 既然没了父子情分 那应当以普通杀人罪论处 所以驳回了主审官的判决 改判子无罪 但父为之原判 孟锦瑶听罢 抬起眼眸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这个男人能力出众 用他卓绝的才能扭转乾坤 在自己所在的领域 熠熠生辉 夫人 跟你说了这两件相同 结局却不一样的案子 是想跟你说 人很多时候 总是万般无奈 被条条框框所束缚 但也被条条框框所保护 有一些短时间内 无法改变的条例 只能通过一件又一件的案子 去推动他慢慢做出改变 推陈出新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又或者是尽可能地利用漏洞 给去保障无辜之人的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